宁温叔想哭 他姐以前最疼他了 现在一家人就变了 太伤心了 然而 伤心的还在后头 宁温叔骂完宁温叔之后 就满脸狗腿的 把他拖到玉锦修的面前 王爷 我瞧着他的脑袋挺结实的 王爷要是高兴 想用多少西瓜杂他都可以啊 宁温叔和玉锦修面面相去 眼前的场景和玉锦修预期的完全不同 他深深地看了宁温威一眼 宁温威见他这样看过来 立即将宁温叔护在身后 继续朝他狗腿的笑 玉锦修顿时就觉得一口气卡在胸间 上不去也下不来 这对姐弟一定是老天爷找来气他的 他再多看他们一眼 他都怀疑自己会不会拿刀出来 把他们给劈了 他冷哼一声 单手护在身后 杀气腾腾地走了 宁温威见他离开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他伸手抚了抚胸口 给自己顺了顺气 又逃过了一劫 宁温叔在旁撇嘴 姐 你以前多厉害的一个人呀 才嫁给玉锦修一个多月 居然松成这样了 真没出息 宁温威都伸手扣了扣手指 随手拿起一旁的竹棍 宁温叔的心里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 宁温威的棍子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是你没出息还是我没出息啊 宁温叔抱头鼠窜 我我我 我是没出息 我姐是全天下最聪明 最漂亮 最威武 最厉害的女孩子 宁温威觉得她还是有点眼力见的 还没有蠢到家 她把棍子收了回来 说吧 玉锦修之前把你绑到哪里去了 今天又怎么把你放回来了 宁温叔一脸的雾水 玉锦修绑我 姐 你是不是弄错什么呢 绑我的人不是她 而是另有其人 我今天逃出来的时候被人追杀 是她救的我 她说到这里又补了一句 不过她就我的手段有点粗暴 我不过就是抱了一下她的大腿 她居然就拿西瓜来砸我 宁温威有些意外 听宁温叔这语气 竟不是玉锦修绑的宁温叔吗 可是如果不是她绑的 当时她为什么要承认呢 她觉得 她已经有点闹不明白 玉锦修的脑回路了 她再次确认 真的不是玉锦修绑的你啊 宁温叔听到她再次问到这个问题 顿时眼睛亮晶晶的 对对对 就是她绑的我 姐 那个玉锦修 粗暴无礼 除了长得好看一点之外 一无是处 要不这样 你现在立即和她合理 然后跟我回威远侯府 我们就还是所向披靡的 姐弟双煞 宁温威伸手就给了她一记暴力 姐弟双煞 我打到你一点煞气都没有 整天脑子里也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 她也想和玉锦修和理好吗 宁温叔抱着脑袋 姐 你重色亲弟 明明你以前最疼我的 果然 女人只要有了男人 就六亲不认 宁温威看着她心情 实在是有些复杂 宁温叔比她要小两岁 正处于男孩子最淘气的年纪 宁温叔和她长得有三分相似 只是要多几分英气 大眼睛 长睫毛 微有些婴儿肥的圆脸 怎么看怎么可爱 她看到这样的宁温叔 就像借以前张扬嚣张的园主 宁温叔如果再这样下去 估计也不会有好下场 她知道园主最疼这个弟弟 而宁温叔本身并不坏 只是有些调皮罢了 她既然占据了这具身子 就得想办法 交好宁温叔 保全她的性命 护她一世周全 许时她看着宁温叔的目光 深了些 宁温叔哆嗦了一下 得估计 回 brightest 二人 淹和联閥 估计 后两人 承计 三人 三人 二人 一人